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我们一开始先来看 女性安于情到曼谷旅游 指控遭到警察勒索量2.7万泰铢 事件持续延烧 而泰国警方一度否认消息 后来又指称有远警坦诚收钱 对此泰国前议员邱威 在脸书公布 事发当下的监视器照片 拿起照片愤愤不平地对镜头讲话 他是泰国前议员邱威 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泰国警察形象严重受挫 说的就是台湾女性安于情 跨年连下到曼谷旅游 却指控遭到黑警勒索2万7千元泰铢 几乎就是台币2万7千元 警方一度博持消息 过不久远警承认此事 现在邱威拿出当时监视器画面 更在贴文中代表泰国向安于情道歉 希望台湾人能够原谅 邱威更找到来自新加坡的证人 疑似曾经募集过程或同样遭勒索 他也保证会长迷事实 毕竟事件在两国街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安于情也开记者会说明 我都是很清醒的状态 也不是像他们说的喝醉了 那也许是因为沟通不良 但最后的结果 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要我们数2万7 避开摄影机 随后他拿进电子烟照拍照 他强调并非炒作 只是不想被抹黑 还原过程当天被拦后 第一件事就是搜包包 想拍照告诉另一车朋友 结果就被阻止还遭删除 电子烟跟没带护照是犯法没错 但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对的地方 也就是我要强调的是 如果是违法应该要开罚单 明确指控被原警要求付钱 安于情后续将持续配合调查 也对前议员邱薇的声援表示感谢 大家恭喜报载 呼到新年快乐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苗栗党部典礼 被开除党籍的苗栗县长周东景 也是做上宾 朱立伦递出这个橄榄枝 也算非绿合作吗 传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也想组非绿阵营 是蓝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我们都欢迎 我已经多次的表达 只要是非绿的 我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我们全力以赴 让台湾更好 让中华部都更好 同一套论述再搬出来 郭台铭日前被问到2024 一句给神明做主 废直起心动念 还传出过年前 去拜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当然也讨论到选总统 2020没选成 这一次能完成选总统大业吗 年底前他说见没有说过年再说 过年都没有见到 还没有见到 都是国民党 这个尊敬里面 都是非常适当的人选 看起来对国民党来讲 是有这个有利的地方 只是目前是在国民党这边 但挺郭台铭的来应人士说 郭台铭很想组非绿阵营 制衡民进党 这就牵扯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虽然柯文哲2024已经出局 还是有影响力 挺郭阵营高度关注柯文哲动向 而且郭台铭的政治爆发率 不小于柯文哲 对自己老被唱衰 柯文哲不服气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 我们的民调是慢慢上升 跟他们 其他四个党在成立那天最高 然后慢慢掉 局面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会 还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去给他做个突破 大家各据山头 谁当共主 能让对方俯首称臣 非绿合作 说的比 做的容易 TVBS新闻程序 谢谷金丁皮 台北苗栗 采访报道 国民党打算在3月 启动总统提名作业 怎么样的初选模式 最有可能为 从国民党弹来胜选呢 桑森荣教育记者委加起 2024国民党要派谁出战 目前初选都还没有一个谱 但是有人就认为 应该要找最有力的模式 来找这一个可以出战的人 这个人就是 资讯媒体员黄伟汉 我们现在你看到 是国民党现在透露了 可能在3月的时候 就要启动总统的提名作业 但是呢3月启动 不代表3月就有人选 可能最快的时间点 也要到7月前后才会来定案 而且呢 他们说有个方法是 民调就会再加上投票 最后直接征召最高者出现 他说你可以看看 之前有一些例子呢 是民调蛮高的 最后就直接征召 然后顺选的 像是台北市长蒋安 桃园市长张善政 以及国民党这一次 补选而上的立委王红威了 但是呢 黄伟汉就说了 最有力的模式呢 其实就是做完民调之后 你就直接征召 把民调最高的赶快找来就对了 免去了初选登记的尴尬 也不用这样子 党内互打摩擦 免去一切的耗损 大家还可以趁这段时间 赶快来团结 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不过呢 有人就认为了 这朱立伦自己不是很想要选2024吗 你觉得如果到时候民调出来 万一是侯友宜高 真的会让侯友宜被征召吗 黄伟汉就认为了 你不是朱立伦 你怎么知道朱立伦在想什么 也许他另有排队岁 想要当造王者也不一定 今天是柯文哲以教授身份 去台大上班的最后一天 他说在台大的每一天都很怀念 而提到新内阁团队 他认为全部换掉才是战略错误 披上白袍又开始打包 这是台大教授柯文哲 最后一天到医学院上班 一早7点就出门 每一天都很怀念 开刀前做得准 那个检查做太多了 看就知道 这样健保肺炎没办法控制 我想那个病已经变得 有点防卫医学 就是说 因为疫病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 每个医生 大概都怕被告还是怎样 那检查都做得太完整 问题是 太多的检查本身有害 回台大一个月 昆哲观察到医院新现象 也注意到新内阁中 有过去多次在议会招手的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他先开嗆 这个当时他还在当 台北市议会议员的时候 他坚持说只要共机绕台 就要把这个双全论然停掉 他现在去当陆委会副主委 我们希望他坚持他以前的信念 因为我认为在短期内 共机还是会绕台 应当把目前团队跟大陆之间的交流 全部停掉 这样他才不会有双标党的问题 话有够酸 但柯文哲也不是对内阁团队都这样 也不需要为了换而换 剩下一年半 在这时候全部换掉才是战略错误 有人是技术幕僚 他四平八分 也许讲话 比较不符合媒体的要求 做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有隔回程建人 是向中研院借调 IP是为了保住高薪 依法行政就好了 规定是怎样就怎样 也不要破坏规则就好了 27年台大生涯 占了近一半的人生 柯教授从此告别 柯文哲会灰衣袖带走无尽的回忆 迈向的是2024的新篇章 而苏贞昌卸任行政院长 他的下一步呢 今天突然自爆 总统曾经说 他不能不理 还强调国家 如果有需要可以算他一份 甚至喊出自己没退休 似乎留下伏笔 我哪有要退休 生命就是我的任期 服务就是我的职业 我固然刚辞掉了一个工作 但是我要服务的事情 还多得很累 辞去隔回却买下伏笔 这下一步会不会跟2024有关 苏贞昌自曝总统很需要他 总统坚持要送我上车 还反馈了新阵隔魁陈建仁 陈院长拉着我 不让我走 拼命地拜托 说两件眼前的事情 你一定要帮我解决 拖一把 我看他急成那个样子 我想一向 从容优雅的大人哥 你的苦日子要开始了 而他也带着陈建仁夫妇 介绍院长室空间 这件照片中 陈建仁震惊为座 倒是苏贞昌灿笑 好心情藏不住 那个杂业真的感谢你 收起平时酷吏形象 苏贞昌卸任心头松 妙变暖男 行政员工夹到欢迎 拿起手机抢拍苏院长的最后一贴 而要说到卸震比一比 苏贞昌最后是搭乘公务车离开 配有随护 赖清德则是相对低调 选搭游览车回台南家乡 起序 山高路远 加油 加油 别来 这一个都是好手 对 而刚上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则是火速来到立院拜会院长游锡坤 他上工之后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普发六千元现金 什么时候会发 上任第一天 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赶到立法院拜会 而且预计明天还要继续来 向各党团打声招呼 毕竟往后少不了来接受质询 无论蓝白黄或是绿营自家人 也希望委员们能给一些面子 跟立法院长游锡坤握手之意 陈建仁在露出招牌微笑 而这趟来主要也希望 人民所关心的普发六千元 进度能否提前 希望在立法院这一边朝野党床 大家能够 能够善体这个民意 让这个特殊条例能够快速通过 不过从流程上来看 立法院预计二月十七号开议 进行表决 通过后有了法院依据 才能进行下面一步 接下来有行政院来提出预算案 然后再审查的话 按照刚才的撒盘推演的时间 大概最快的时间要到四月份 奖领前的民众得再等等 四月才会是最快的时间 但前提必须要各党团有一致共识 只是这钱也不是说发就发这么简单 行政院版本的特别条例草案 被质疑是空白授权内容空翻 那特别条例里面并没有所谓空白授权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普发现金 跟对弱势家庭的照顾等等 那这些都清清楚楚的写在 特别条例的项目里面 然而就算第一道难题 普发现金能够顺利解决 陈建仁还要面对存在已久的高房价 年金改革 甚至能源问题 管管难过 就看能不能管管过 TVP新闻主管红张科台北报道 另外陈建仁皆可可 也被蓝营批评 保有中研院特聘研究员的高薪控缺 是恋战贪财 不过绿营也做出反击 再请佳琪告诉我们 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现在借调去当行政院长了 但是就被资深媒体人给批评 他是不是恋战又贪财 怎么回事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在上任之后就讲到了 自己的责任相当的重大 而且不会辜负蔡总统对他的托付 但是看待资深媒体人 赵少康的眼里相当不以为然 他说看起来就是总统答应陈建仁了 要保有中研院特聘研究员的高薪控缺 然后用戒调的方式让他来当行政院长 所以所有的便宜都让陈建仁给占尽了 他相当的不以为然 但是这样的说法却被民进党的 新北市议员卓冠廷给反驳了 卓冠廷就跳出来说 陈建仁他可是放弃了四年的 2300万副总统卸任后的礼遇 那么依旧特宠的勤务条例 只有保留一定程度上的维安保护 包括一些特权要领的钱 他通通都没有领 他甚至讲到了 陈建仁想继续替国家来做事 他认为赵少康这样子批评陈建仁 恋战中研院的薪资 他认为实在是头壳坏掉 也又愿意为国家做事的人 怎么会贪这一点小钱呢 不过如果看完了政治新闻 你想换个心情 不如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 可以勒 看一看最新最好的娱乐新闻 调解一下你的心情 不过陈建仁这回担任格魁 的确是用戒调 算一算也已经是他公职生涯 第六度了 宣誓就职 新年服务院开启新气象 陈建仁率领新团队 副院长曾文灿等部会首长 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龙正式走马上任 从上一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手中 接下硬姓 这画面实属难得 因为尖交人赖清德也曾是隔魁 但就不知是否有些尴尬 因为赖清德上任时 喊要先解决学伦 而前建仁却被在野党指论文涉嫌抄袭 这确实是一个操入疏失的论文 所以这没有所谓的吵喜的问题 那这是一篇很好的论文 只是陈建仁可是有多重身份 因为他担任行政院长是从中研院借调 这在他从政生涯中不陌生 1997年开始 先是借调国科会处长到副主委 又担任卫生署长 后来又是国科会主委 副总统一够12年一个月 再加上现在的行政院长 六度借调公职25年 一半时间都是学官两期 而且根据中研院规定 特聘研究员超过65岁 就是延长聘证 另外第八条则说 研究员延长服务期间 不得戒调 自己的争议 陈建仁交给发言人来说 倒是对未来先表态 这难道是在说给赖清德听 2024不选吗 而陈建仁上任后 也率先签署第一份公文 是禁令判排计划 称内阁校工 但个人的争议 他先交给发言人 TVBS综合报道